年轻人聚集的西门丁,香火鼎盛的龙山市一带是大家比较熟悉的旺华,但比较少人知道的是在南边的嘎拉,在过去是一片沼泽地,所以农业兴盛,旁边的蔬果市场,戏院都很多,有着不同的历史脉络于在地生活圈,过去的人文底蕴到现在仍然有机可循,真的很难不被吸引。 2012年从纽约回到台北,我一直很喜欢老街区的韵味,所以当我来到这里,就深深喜欢上这座老城。 老城很有趣的地方是可以看到不同时空下的物品交错在一起,我发现在我的家也有这样的现象。 这是一栋45年的老屋,在打掉房子的过程当中,红砖逐渐露了出来,让我想到可以用跟它一样尺寸的玻璃砖来转化旧有的元素,也可以将光影带进家里。 为了让空间与阳光共居,我没有做太多的隔间,我用布帘取代,并让一连串的拱形蜿蜒在空间,创造出既华丽又复古的情调。 天地壁都有着水泥粉光的质感,一天下来,看着材质本身经过时间变化,多种表情因此呈现出来。 这里的采光本身就不错,我挑选氛围感较浓厚的黄色地灯,让走在室内就有一种漫步京都小镜的感觉。 中情马赛克的我,找了好几家店,才找到这款长型磁砖。 我家装了这组白色的绿白叶窗,让我泡澡时可以感受到光线从缝隙中倾泻而出。 打开,更可以望向天井,让我拥有最佳事宜。 沿着阶梯光向下垂直蔓延,其实在施工期间,本来打算打掉这面旧时代的磁砖。 当逐渐接近完工时,却觉得它意外地与周边的材质相当搭配。 我把厨具放在这里,本来还担心会不会太暗,但实际出来的效果非常满意。 沿着走廊,就像走在时光隧道,前屋主留下了四十多年前的快幕屏风。 在拆除的过程当中,意外发现了工匠留下来的手稿。 实在舍不得把它丢掉,因此让它成为空间的主角。 呈现那个时代的精神与工匠技术。 60年代的时候流行重复性的几何设计。 我在这里用了圆形的玻璃砖,延续再诠释。 为了连接小时候对榻榻米的嗅觉记忆,我特别返乡找到陈采烈师傅,帮我重造当年家乡的温度。 在这里的走廊相对狭窄,我在墙壁上开了一个圆形的窗,让视觉通透,也像看到服饰会中的一颗太阳。 在这里生活,就像翻阅一本历史书记,从日常的事物感受着老臣的变化, 又会发现自己越来越喜欢南万华。 在这里生活,在这里生活,对榻榻米的口罩。 在这里生活,在这里生活,对榻榜米的地方, 在这里生活,对榻榜米的预期展览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